這個就是今天A的題目 就是融匯了杜甫的詩作 以及新氣集的宋朝的詞作 選取了杜甫的詩裡面的其中一句 就是《如不驚人誓不休》作為歌名 關於創作心境 這樣就交給和仔哥和A 從前一夜誓得每一句 《如不驚人誓不休》 上天下地攀山攝水 為了強雪憂愁 然而現在望見紅葉落下會說 好耶!終於入秋 將開手享受請風扑 面春來花了惡憂愁 吃過太多的苦頭 洗蜜再講這麼多 不如偷偷 偷偷 經典節記太多的講究 隨心裡已試酒 放下憂愁 大著眉酒 與之陰共窗遊 經典事但講講到有 不用再夾硬鬧 這麼多藝術就靠你雙手 寫多幾次就有 寫作來講其實不難 首先你要有少少得閒 多讀經典參考先言 看看人家怎麼寫 然後自己不斷落手寫一千次 一萬次一億次都要繼續嘔 寫到落手好像呼吸那麼自由 由現在開始努力奮鬥 吃過太多的苦頭 洗蜜再講這麼多 不如偷偷 偷偷 經典節記太多的講究 隨心裡已試酒 放下憂愁 大著眉酒 與之陰共窗遊 經典事但講講到有 除非不用再夾硬鬧 這麼多藝術就靠你雙手 寫多幾次就有 這麼多藝術就靠一雙手 寫多幾次就有 成功 成功